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我们来自转小视角 從我現在在銀座的Sony Store 前面 今天剛好有抽到那個 也不是抽到 今天剛好申請到那個 Sony Alpha A1 Alpha 1 的那個體驗會 那我想說就來比比看 今天到底 Alpha 1 跟 Alpha 7 S3 它到底有什麼不一樣 其實也 應該沒有多少時間可以體驗 大概一個人大概只有五分鐘而已吧 我想 那我們就進去吧 現在它好像沒有辦法讓我用自己的 記憶卡去記錄 Alpha 1 的東西 OK 那我現在要試的就是 這就是 Alpha 1 那我們現在就 開始試試看吧 8K S9 到那個 HS H265 這個 那 4K H265 跟 H26是4K 然後 SI 就只有到4K 而已 S1 一樣 跟S3沒有什麼不一樣 那 8K 的話 就是 24P 跟30P 還有 400M、200M 但是只能拍 4比2比2 10bit 然後 然後剩下的就是 一樣 Standard Mode 8K 的話 不能用 Active Mode 那如果是換成4K的話 就可以用Active Mode 然後 再來是 另外是 PPA 速度Dump 一樣是 19、8、7、60、X、A、E ISO 的話 基本是從800開始 注意哦 S-DOG 3 S-DOG 3 ISO 是從800開始 延伸是到200而已 那最多叫到32,000 好 然後螢幕的話大概就是 一樣 好 其他的 然後錄影鍵 錄影鍵在這裡 所以 這個部分跟 S3 是一樣的 就是可以 一樣的那個設置 我覺得這還蠻好的 我想跟 S3 不一樣的地方大概 只有8K 這個部分而已 其他的應該 完全一樣 我覺得大概是這樣了吧 然後 設定 一樣是有觸控螢幕 然後 那就是 這個就是新出的 Xperia 4 Xperia 4 就是 應該是為了要跟 X1 搭的 不過呢,現在你看看 它現在的 Demo 機 也是 Alpha S3 Alpha 7 S3 也就是說 S3 它也可以用 那現在是在哪裡呢 就是這個位置 我一樣是用 HDMI 出的 然後 用它的那個接口 就在這邊 4K 60p 這裡有辦法記錄嗎 OK 這樣就有自動對焦了 這就是它這個 Xperia Pro 的 我覺得 應該是蠻不錯的 如果說要做直播的話 這是 Xperia Pro Xperia Pro 227,900 好的 一支手機 22萬 買不下去啦 好的 今天就 我 玩了一下 A1 Alpha 1 Alpha 1 每次要說這個 Alpha 在日本 那個日文就是 Alpha 那有時候真的是 不知道該怎麼唸 但是 Alpha 1 給我的感覺就是 該怎麼講呢 因為我是影片的使用者 我是拍影片的 我反而就是 沒有那麼多 機會沒有那麼多 那如果說是真的 拍照需要的話 我覺得 這台實質蠻強的啦 當然它是旗艦機的 可是如果說是拍影片的話 那 我在想 Alpha 7 S3 就夠了 我覺得啦 因為畢竟 它 S3有的功能 它都有 那它的差異就在於說 8K這個選項 重點是8K 它也只能拍 H265 而且也只能拍 4比2比0 那 相較於 相較於 那 Canon R5 Canon它是可以拍 4比2比2 4bit 那 這個優勢 不知道到底怎麼樣 另外還有就是 它有一個 Thin Tone S Thin Tone 跟S5不一樣 Thin Tone的話好像就是 它那個 FX6 FX6 之類的 電影機在用的那個東西 那 報紙怎麼樣 我不知道 因為我也沒有辦法錄 嗯 他們說這時候沒有辦法錄 所以就只好 手邊這樣子 摸摸 摸摸看而已啦 那當然今天就 到這樣子為止了 差不多就是這樣子 所以我們就 我要來去吃午餐 看得好餓喔 還好今天有休假 還好今天有休假 OK 那就掰掰囉 今天的Sony Star